董哥喔 這個事情 其實我也不知道 這個過去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大家的情感都還不錯啊 有時候因為搭便車嘛 那可能是下了水之後衣服就放在車上 結果大啦啦就忘了拿 造成這種誤會 其實這個跟他那個 離婚事件是沒有關係的 這個是謝忻也蠻傷痛的 說這件事情搞得他也很 很傷腦筋 他那時候人在國外打電話給我 那我就勸他說 因為他哭得很傷心嘛 就覺得為什麼大家要這樣寫他 當然了因為他就是 剛度過這個 結果大家又把他這個好像 又丟了一坨大便給他 那種感覺 他是蠻委屈的啦 那我都沒關係啦 等你回來好好澄清就好了 所以有跟董哥聯絡嗎 董哥很難招 董哥很難招 而且說實在 最近大家回來都忙的事情 都是周遭的事情 家裡的事情 防疫的事情 而且我剛從新加坡回來 我們新加坡回來的時候 我是二月六號回來 其他團隊二月二號就回來 我多待幾天是因為家裡有親戚在那邊 那時候整個新加坡 也不過八例而已 他們回來之後經過這十天 他已經變成五十八例了 所以你看現在大家的心情 都在這個疫情上面嘛 也比較少會管一些風花雪月的事情